如果現在想在市面上找到 全新的Leica菲林相機 有哪幾部呢? Hello 大家好 我是M&K Camera 的Frankie 其實Leica的菲林相機 已經是由1930年代 到現在都有推出的 始終之前推出的 到現在為止 就有一段日子 很多都已經有問題 又或者是舊機 自己一個新手 不懂得分 到底是正常 還是有問題 很多時候擔心會中伏 會選擇一個全新的相機 到現在2023年 有什麼選擇呢? 首先是比較早期一點 由2002年開始 已經是出產了 幾乎叫停了 說不再出產 但後來因為反應熱烈 變成繼續按摩下去 可以買到全新的MP菲林機 當中是有黑漆版 以及銀色版的 黑漆版相對來說 比較吸引一些 亦有多粉絲捧場 因為黑漆版 裡面是銅的 又終於露銅 近期一點 到了2015年 就有MA的出現 MA和MP大致上是一樣的 主要的分別是什麼呢? 有漆光錶和沒有漆光錶的分別 為何好地地要沒有漆光錶呢? 因為沒有漆光錶 就不會有壞 MP壞了漆光錶就是一樣 壞了就是另一件事 所以MA是另一件事 亦有分別有黑色和銀色 而這隻黑色就是牙黑色的了 到了2022年 有伏黑版的M6 這部就只有黑色的 可能這麼簡單 去看未必看到很多細節 現在我就三部機拼在一起 去大家研究一下 外觀各方面的不同的地方 好了 我們現在就比較一下 頭兩部 MP和MA 很大分別就是 有電池箱和沒有電池箱的蓋子 MA反而有三粒螺絲 一粒按鈕 都是因應Badpink做黑漆版的 這個按鈕也是 兩個大小是一樣的 但不同的地方 就是這個viewfinder 沒有寫0.72 0.85 0.58 在外觀上不同 跟著M6 當然有電池箱 把手位是大很多的 所以在推的時候 就輕力很多 而迴卷的 按鈕 就一樣大小 主要是多了 Leica M6 和Logo的分別 好 我們來看看頂部 頂部 拍攝一點 少量 MP 也有寫 Leica 使用MP 然後也有上乎 按鈕 按鈕 兩部一同 MA就沒有任何字在頂上 至於M6就多了一項字 East Lights, West, Germany 接著迴卷制就很明顯兩個一樣 MAMP是一樣的 唯獨M6就是斜的 但也很爽的 不同的地方就是它會快很多迴卷 而MAMP就是要拉上來慢慢扭 相對來說是累一點 但樣子也有型很多 看完頂部 Hot Shoot 位置 Cell number 都是M8和M6寫在Hot Shoot 唯獨MAP寫出來用白色字的 好,我們看看背部 背部 背部很明顯是MA是銀色的章 很漂亮 而M6和MP都是一個膠的撥鱗 閃燈的蓋子也一樣 I piece 一樣 皮身就不同了 這個M6和MP有些接近 但也有輕微的不同 最大的分別就是寫著 Make in Germany 皮身這裡 而MA的皮身是滑身一點的 我不知道駕駛下去 到時會不會都會有少許滑手 阻力不夠 好了 看完後面 看底部 底部 很明顯是M6是同一個顏色的 這個沒有撈亂的蓋子 後面有個Sticker M5是M6的 而MA和MP 就零零射射的 按鈕是銀色的 大致上 大家對這三部機 外觀上 都有一定的了解 所以你不觸碰實物 不看實物 也不知道去選哪一部 所以希望今次 可以和大家分享多一些 對這三部機 都多了一個認識 到你選擇的時候 就不用太浪費時間 剛剛大家看過 這三部機 它們不會一個方位的比較 相信大家 如果要買新的 Leica M-Phillim 機的時候 就知道選哪一個 會比較適合自己 如果你覺得這個影片有用 希望你給我一個Like 和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多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好 好